这个人类倒吊着被外星人揭开了头骨 活像一只待宰的羔羊 在被外星人做完审视之后 这个人类失去了自我意识 随后他被几个外星人压到了大街上 同为外星人劝人类成福的傀儡 在2020年地球已经被外星人入侵 这些外星人有着比地球人更高级的武器和科技 地球人因此被残暴的大肆屠杀 幸存下来的人类变成了奴隶 老若不如被逼为他们建造蓝色设施 成年男性正在成了孵化外星人的容器 整个地球已经濒临毁灭 外星人用超声波武器炸毁地球建筑 在地球上种植外星植物 烧毁原有的地球植被 由于生态环境被破坏 城市被洪水淹没 外星人还放出有害气体来消灭人类 制造他们自己的空气 这些行为使地球上的生命几乎绝技 地球已然成为人间炼狱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部分反抗者并没有放弃 他们聚集起来成立了一个组织 住在阴暗思冷的地下 吃着腐烂变质的食物 并设计出了大脑屏障系统 因为这些外星人仅通过对视 就能控制地球人的思想 而眼前的这个人 已经被精神控制来劝详反抗军 但突然 人类小声一举 但迎接他们的将是巨大的报复 过去辉煌的埃佛铁塔如今已经被尸体盖满 若清地球的外星人非常清楚 这些方法可以很好地摧毁人类的意图 现在的地球已经几乎被外星人占领 地球人沦为鱼肉 任人宰割 反抗者依然没有完全放弃 但武器弹药都是问题 这个老头看似在捡垃圾 其实他是仅剩的一名武器专家 没用的垃圾到了他的手上 都会变成有用的武器 冲锋枪 核弹头 大脑屏障器 这些都是他的成果 但在以前的和平时代 他只是一个被关在监狱的犯人 直到外星人入侵 他才得到机会被放了出来 才华才得以施展 武器专家被军方发现 为了合作 军方决定同他做个交易 除了屏蔽器 军方还需要核弹 但武器专家提出的条件让人难以接受 他提出要一些活人伤员 让他们做诱饵来引爆 这种要求在和平年代不可能被接受 但在如今的末日时代 并没有那么多选择的余地 外星人和被控制的人类走入了视线 武器专家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个美女身上绑满了炸弹 她就是这次活动的活人诱饵 被精神控制的男人在街上大喊 美女推开门走出去假意投降 可这一计谋被外星人识破 美女被外星人一枪毙命 但他们也踩上了陷阱 很快人类也付出了代价 外星人盯上了一支反抗军小队 他们炸毁了好几辆军用车辆 一个士兵从车里掉了出来 他拿起枪想要自杀 这时外星人给他创造了幻觉 在幻觉中他安详地失去了反抗能力 当重上的人回到营地 他身上的一些部分已经变异 长出了外星物质 场面十分恐怖 动物界最残忍的寄生 是一种会在蜘蛛身上残暖的黄蜂 黄蜂幼虫就会在蜘蛛的身体上成长 而外星人入侵后 人类也成为了外星人的寄生体 在已经成为炼狱的地球 外星人用无数的活人做实验 这个孩子叫小黑 他受到了严重的侵害 他的身体上到处是被改造的痕迹 队长有重要的事情来找他帮忙 小黑的精神还有身体都受过严重的创伤 因此他十分警惕 队长把他身上的锁链打开 队友还递给他食物 他这才放松了一点 队长掀开小黑的衣服 大家对眼前的这一幕感到吃惊 由于小黑吞噬过外星人的胚胎 他获得了预知未来的能力 队长想请他看一下接下来的战斗情况 小黑嘴上沉默不语 眼睛已经看到了未来 反抗军连夜突击训练 天刚亮就整军出发 驾驶着重型机甲前往外星人要塞 队长在车里告诫大家 千万不要和外星人对视 这时天空中飞过一台巡逻的战机 在进行激烈设计后 反抗军击落了一台战机 大部队围了过去 此时一个幸存的外星人 从废墟里狼狈地爬了出来 这个外星人很明显已经受伤 大伙围过去对着外星人疯狂爪射 外星人虽然身中速枪 但仍然亮亮腔腔地想要逃走 在反抗者的攻击下 外星人不小心滚落到了一个石堆下面 但这时对面的一个士兵忘记了 不能和外星人对视 外星人一阵咆哮后 这个对视的士兵被弹到了墙上 马上他的精神就被控制了 变得呆滞起来 转身面向自己的队友 大家明白已经晚了 被控制的士兵拿起机枪 对着队友一顿扫射 万般无奈之下 大家只能把他射杀 那个外星人也被大家包围了 被众人扫射后 外星人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队长示意 这依旧是一部第九区导演的短片 转转20分钟 构建出的科幻世界异常吸引人 而同时期的另两部 盒子一种 火力地宝也十分精彩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期待我们后续的解说 我是阿古 记得点赞哦 我们下期见